这大概是我见过最残酷 但又极度真实的开局了 在这个没有太阳 植物凋亡 呼吸都要浇水的黑暗模式 穷人要想活下去 只能拿命换钱 依靠转化手术 穷人能把自己做成植物菱花 他们靠着给富人供养 能拿到一千万的抚恤金 但这也造成了社会的极度仇服 最近城里便发生了一系列 专门杀富人的案子 警方怀疑凶手很可能是同一个人 而且还是那种接受过转化手术的人 于是能和菱花沟通的男主石四郎 以及同事家子展开了调查 却不想犯被凶手定伤 大家好我是阿树 今天咱们继续讲 《冷门治愈神座,愚者之夜》 只要你喜欢看《弓桥机动队》和《眼泉》 就一定会爱上这部作品 接住周围的菱花 石四郎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杀意 家子想杀了我 不对 这杀意是 石四郎一个转身 发现准备偷弃的杀人菱花 只可惜他发现的太晚 伊根藤曼已经禁止穿过夹子的腹部 夹子 石四郎大喊 而抱着重伤的夹子 石四郎总算是看到了杀人花的权马 那是他从未见过的东西 他不清楚世间怎么会有这样能动的菱花 要知道 普通的菱花和植物基本没差 最多也只是能够感受到人类的情绪吧 而至于像石四郎自己这种 刚进入转化期的人 虽然能动 但外貌和人类相仿 但眼前这个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还没等石四郎多想 垂死的夹子便甩出了一颗善狂胆 快跑 这才回过神来的石四郎 抱着夹子冲了出去 但他知道就这么硬逃 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刚刚的杀人菱花 杀医那么重 一定会再追上来 看来 只有利用自己的能力 听取杀医 提前判断凶手的位置 才有可能躲过追杀 耳朵 拜托了 快听啊 现在听不到就前功尽弃了 而随着石四郎集中精力 周围接去的景象 在他脑中变得清晰 在右边 十四郎躲过了杀人菱花的偷袭 但这样的周旋实在太消耗尽力了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往人多的地方跑 快 去医院 救救他 与此同时 在城市的另一边 一个西装革履的神秘男人 找到了之前杀人花事件的受害者家属 他告诉还在悲痛中的两人 杀死他们儿子的凶手 并不是普通的人类 而是因为转花而得到某种力量的生物 他现在已经杀了25人 之后还会继续杀 而这一切的罪贵祸首 正是那个拿人命转化的社会制度 转化只能带来悲剧 所以请加入我的转化反对派吧 我们一起改变这个世界 看到这 我是真的佩服作者安田嘉诚的野心 上一章里 孩子十四郎利用能和菱花沟通的能力 替委托人寻找特殊菱花的小型单元剧 到这一章 直接剧情打加速 世界观一下打开 引路的格局更大 也跟尖锐的派系斗争 直指现实中同样存在的问题 比如到底是谁在推动某个制度的形成 看似正义的派系 手段就一定干净吗 别急 这些问题作者都给出了答案 而且还都和之前一样 真是的可怕 医院内 大量嗜血的家子被送到了手术室 而在手术室外 十四郎所供职的国立转化院 以及警方的人都把他找来问华 毕竟 现在他可是唯一活着见过杀人菱花的人 十四郎告诉警方 凶手全身都覆盖了藤蔓 而且还能随意伸缩 这话一出 直接超出了在场所有人的认知 因为在已知的转化理论中 菱花就是埋入人体内的菱花种子 一边以人类的灵魂为养料 一边破坏人体内的动物细胞所得 而眼下这个凶手 却能同时存在动植物两种细胞 可以说是极其特别 而另一个异常线索是 本来以为这杀人菱花 是无差别的攻击有孩子的富人家庭 可这次的受害者家子 既不是富人阶层 遇系的现场也没有孩子 因此说明 家子对于凶手来说 一定有某种特殊的意义 而聊到这 不管是警方还是转化院的人 都觉得暂时找不到更好的突破口 只能先从家子的人际关系开始插起 不过也有好消息 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手术后 家子活了下来 但医生告诉十四郎 其实只差几毫米 家子的心脏和脊柱就保不住了 而且虽然现在人是救下来了 但刺入身体的藤蔓 把他的内脏都搅得稀碎 之后很可能要摘掉他九成的胃 听到这里 十四郎再也绷不住了 想到那个 把他从地狱般生活中救出来的家子 可能再也吃不下东西 再也消不出来 十四郎怒了 我要去杀了那伤害家子的畜生 喂 臭小子 给我站住 十四郎和家子在转化院的上司 平安科长喊住了他 你怎么去 会死啊 科长告诉了十四郎 虽然他能通过赶知杀意来找到对方 但凶手也不傻 不过一直在那释放 让他去找 你现在这么冲出去 无异于大海老人 而且别忘了 十四郎你可是接受了转化手术的人 也就是只有不到两年的人类说明 你打算用这宝贵的时间 就这么一直漫无目逸地找吗 两年又怎么样 我不在乎 凯南之前试过画画 弹琴 想要寻找人生意义的十四郎 总算是不在迷茫了 为家子报仇就是他之后的目标 但就凭你一个人 就做不到 科长解释说 因为此次连环杀人案设计转化者 所以警方会寻求转化院的协助 他会借此把十四郎推荐上去当特别调查员 而有了警方的力量 他才能为家子报仇 谢谢 但科长警告十四郎 绝对不能把他们和林花交流的事告诉别人 这是为了救他的命 十四郎不理解 但很快他就会明白科长是真的救了他 两天后 十四郎成功地进入了警方的特别调查小组 一同进入的还有转化院的两位高层 接家子手术时就出场过的国布洋 以及和十四郎年纪差不多 但已经是小领导的八树精 有情提醒这个八树精是个男孩子 而两个年轻人一见面 就互相问候起对方的家里人 八树精年纪轻轻就神区高位 自然家里有钱有势 因此说起话来也蛮狠狠 十四郎可不惯着 反正自己已经转化 半截身子入土了 就干你个爆发户怎么了 眼看两个人就要打起来了 国布喊住了他们 说这次是转化院内部的秘密会议 虽然明面上警方和转化院在合作 但实际上两边是不同势力 还彼此看不顺眼 对于警方来说 他们的任务是杀掉杀人灵化 但对于转化院而言 这灵化可是极其珍贵的研究材料 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进化的关键 你想既然有人在彻底变成灵化后 依然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那么对于剩下的人类来说 就再也没有必要 在这个缺少氧气的地球上 保持人类形态了 因此不惜一切代价 活捉杀人灵化 才是转化院的核心任务 听到这儿 十四郎被这些各怀鬼胎的人吓到了 而之后八树精的话 更是让他一阵后怕 八树精告诉十四郎 别以为杀人灵化被活捉 就没有人会制裁他 恰恰相反 他会被当作研究材料 被人绑起来各种做实验 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十四郎这下懂了 怪不得科长 要让他一定隐藏自己的能力 这要是泄露了 他就是转化院下一个活体研究对象 秘密会议开完 转化院一行人便开车来到警察庭 巧合的是 此次事件的警方负责人 居然是八树精的姑妈 可见八树家的势力 确实非常夸张 而他开门见山的 同步了目前最新的调查结果 首先 杀人花因他的外形 被命名为长春藤 在已查明的信息里 长春藤一共犯案实起 杀了25人 死者都是一家三口或四口 现场均没有足迹 也就是说 长春藤在犯案后 会选择攀爬离开 而另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是 所有这些被杀的富人 他们的钱财都没有少 那么证明长春藤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钱 而更诡异的是 死者中 大人都是被一击贯穿 但所有遇害的小孩手上 却还有一处额外的伤 从案发现场的看查结果来看 这些小孩的手里 当时很可能拿着糖果 难道这是说 长春藤喊爱吃糖吗 面对上面的疑点 十四郎一心三人 被派遣进入案发现场 深入调查 很快 两个新的线索被挖出 一是警方在现场 发现了代沟的植物组织 熟悉零化了转化研高层国部 一眼便认出这是某种藤本植物的藤沟 这侧面说明 长春藤是藤沟类零化 但这种零化 因为会阻碍其他植物生长 一直被定性为是有害植物 所以转化院 从来没有储备过这类零化的种子 那么就证明 长春藤 是由未知的民间组织转化而来 而第二个线索 是警方通过 长春藤在墙壁上攀爬留下的痕迹 判断出 他逃走时 比来时身体更重了 这也就意味着 虽然长春藤没有墙前 但却带走了一些东西 而此时 十四郎这边也有了进展 他通过对零化的感应能力 发现墙后还有一件面试 而关于凶手的真相 大概率就藏于其中 下一话开始 我们将一口气 揭开长春藤的真身 他杀了这么多人 目的是什么 而此刻 还躺在医院的家子 对长春藤来说 又有什么特殊含义 别急 一个更加黑暗的故事 将在我们眼前展开 如果你想看后面的剧情 请一定一键三连支持我 赞越多更新越快 长视频制作不易 咱们下期见 Bye